中国大陆的景气真的随着各地陆续解封复苏了吗 央视强调上半年中国吸收外资年增21.8% 折合1123.5亿美元 但摊开这半年外资前进中国的步调明显下降 从45.2%下滑至22.6% 已经是连续第四个月放缓 显示外资纷纷逃离中国大陆 不外乎这些原因 中国坚持清零强硬封城下影响供应链 甚至外资企业被迫关场 再加上中国官方的金融管控问题多 中国房地产恒大集团去年爆发债务危机 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 官方更一度表态恒大没有大道不能倒 显示北京当局有意严管资本主义 另外近期河南银行爆出存款被清零 美气也担忧自己随时被倒债 如此不安全的投资环境 在碰上台海冲突升温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经济成长预期下调到3.3% 理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 防疫限制影响经济活动 以及供应链受到的影响 再在显见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不如以往 也难怪外资不再眷恋人民币悄悄爆发出走潮 宣传片气势磅礴 中国透过一带一路积极布局全球 然而今年上半年北京却没有与俄罗斯达成任何一项一带一路的新交易 金融时报引用上海复旦大学的报告指出 中国放缓对俄罗斯一带一路的投资计划 却加深与中东国家之间的接触 如今沙国堪称一带一路最大受益者 不只没对俄罗斯支出新的投资项目 以升高破产的斯里兰卡也同样拿不到好处 斯里兰卡过去不断向中国大量举债 新建基础建设 而今却沦为由钞票所堆砌出的文字馆 而面对美方抨击中国一步步制造载务陷阱 北京政府也隔空回呛 对有关国家落入债务陷阱 更是难辞其咎 这个讲完这次后援会被发现说 里面有三个委员什么周首逊 费洪泰 还有一位是谁我忘记了 居然是一带一路促进会 要共援中国梦的成员之一 一带一路到底援了什么梦 斯里兰卡破产了 一带一路的蒙古 现在也被害惨了 虽然坐勇金山银矿 但是现在日子过得不好 对那斯里兰卡之后很多人就说亚洲还有两个国家 可能也会破产 第一个就是蒙古 第二个可能就是敏甸 那这两个国家其实在所有包括斯里兰卡 我们都知道都跟一带一路有关系 那当然斯里兰卡现在还比较好 因为至少印度会支援他 但是蒙古现在差 因为蒙古呢 他的地理位置刚好就是在这个哈萨克跟苏联 还有跟就是俄罗斯跟中国的中间 但是完全没有出海口的一个国家 一个内陆的国家 那那个国家的领土又很大 全世界占第18大 157万平方公里 是台湾的四十几倍 这么大的国家人口只有320万 这很奇怪的一个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理论上来讲 如果以国家政策来讲 他只有三条路可以走 一个是亲俄 一个是亲中 第二个是左右摇摆 那亲俄呢 本来他也希望左右摇摆 但是现在苏联 他已经没办法自顾不暇了 所以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 而且他最近他的总统 是百分之百的亲中 他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倾向 是百分之百的亲中 但是这一次的亲中 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的 刚刚您讲的没有错 那蒙古国 他真的是坐在金山银山之上 你看他经营同帘统统统有 而且价值2.75兆美金 外国2.75兆美金 这个无限金牌 这真的是好业人 但是好业就是没钱 所以很麻烦 他的采矿占他GDP的四分之一 尤其是他所有的这个铜金 这两个矿来讲 在全世界都算是最大的 这不得了 我们来讲 他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他的GDP的成长多少 你知道吗 13.7 在全世界排名第三名 13.7 对 GDP的成长 然后从2011年到2012年 就掉到差不多12点多 20这个开始往下掉 13就掉到9点多 14这掉 15再掉掉到7.9 16变成负的1.6 所以十年前他们是很风光的 对 我记得那时候台湾旅游院 很喜欢招待蒙古旅行 因为花钱很大发 他也常常来台湾 他们也跟 结果现在快破产了 怎么回事 要不然你看五年之内 从17.3 掉到变负的1.6 那怎么办呢 他的央行无告天宅 印钞票啊 结果他的M2就增加20% 等于他贬值20% 一贬值以后 老百姓就抢黄金跟抢美金 你知道他现在他的币值是1比360人民币 就一块钱的人民币可以换他360块的蒙古钱 所以其实他在目前来讲真的是刷在蛋了 但是蒙古他其实是成吉思汗留下来 目前全世界唯一的属于成吉思汗血统的 没兜型啊 那没兜型要怎么办 有够天宅 5.8亿美金的债券怎么办呢 8岁以下的要捐1千块蒙古币 35岁以下的要捐2万2蒙古币 2万2蒙古币是9块美金 那50岁以上的要捐20万蒙古币 就是81块美金 但是打这样的主意 老百姓的没钱 三个几个人要拖 外公你不要说1千块 陷钱都没了 我们来看他现在目前来讲 他的外债等于他GDP的210% 他每年的GDP120亿 那他的外债230亿美金 那他的外汇库存剩下13亿美金 因为他才有钱不是买金山 不是买金康 不是买煤矿 他只买煤矿 真天宅 他过去15年 他光是煤矿的收入 全力金的收入 他可能不是自己猜 整个把全力金 卖给中国的矿产公司 结果卖了多少 90亿 90亿美金 15年就90亿美金 结果他把这个90亿的权利 拿去给银行就87亿 所以他在矿产的收入 每收入1块美金 政府就花了0.99美金 就剩下一分 都没有缺 没有做财政 没有办经济 完全就是完全靠中国 中国现在自己经济就发生问题 所以中国就没办法资源了 所以这个时候 真的就被整个吃干妈镜以后 就拖累了 最可能就是什么老百姓